教育部推動教學卓越計劃 教育部推動教學卓越計劃 其中有一項就是專業領域的課程 希望有人文的置入 單元式的合作 我們那次公共衛生營養學的課程 被佳惠老師加入做 才跟佳惠老師認識 然後也才覺得好好玩 我是歷史學問老師講 歷史上關的補充 然後因為佳惠老師在介紹 像自來水叫醉醉醉醉 我也是閩南人 我們從小就講醉醉醉 可是都不知道他的原因 自己之前在醫院講營養師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 全聯會的秘書長 因為這樣的接觸之後 我覺得我們學校的學生 以及現在的營養師 其實大家都太著重在科學性的教育 缺少人文的素養 總是只講專業 可是比如說 為什麼要在情人節裡面 去推廣健康的油飯 但是都不曉得為什麼 在情人節裡面要吃油飯 原來在選擇音樂的時候 不太懂迎合社區居民的屬性 所以我們才會在這個課程裡面 也放了音樂進來 課程的重軸線呢 是一個成長歷程當中 出生會有滿月抓粥啊 會有月子餐啊 當然還包括後面的喪葬 不同的時節會遇到的一些慶典 節慶的一些餐飲的部分 我們就帶盡了讓學生知道說 如果是老人 他是不是也想要參與七夕情人節 或者他是不是也想要跟你們 同歡於幾或零兒的這個喜悅 這堂課程最終的期望是學生能夠 依照心意學的獨居老人 不同的時節的需求 做出各式各樣不同的殘保 營養師最擅長吃苦感的健康 我們應該也要去懂得 代表性的食材是不可以輕易取代掉 然後要有它的特色在 現在有非常多的專業其實網路 就是太發達了 所以大家覺得說 醫師談營養 護理師談營養 現在著名的要求博士來談營養 我一定要讓學生知道 營養師談營養 跟其他的醫生談營養是不一樣的 學生在課堂上面 是貼進到民眾的生活 營養師反映回來 各個學校的學生都不愛說話 有的四年的時候 我們在保健養生去治國 服務獨居自家的老人 他的生平故事要抓下來 在學生出去陪伴之前 我們會請他們先理採訪的題目 用的是口述歷史的方法 所以要他們能用客觀的方式去觀察 有目的的收集資料 有時候就會問了一些很不恰當 譬如說你有兒子嗎 可是他可能也沒有先問人家有沒有結婚 有的讀劇場所其實不一定真的有結婚 開始放他們出去之前 會上那個怎麼溝通 被動的學生 展現出老師引導的功力 我們會讓他以一本書的閱讀 去強化他們對這個時代的認同 我覺得比較需要做的應該是練習 就會直接在課堂上說請你打電話給我 信義區的讀劇場 大部分都是湖南牆 他們透過這一學期下來 增強了對湖南口音的認識 溝通技巧上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那個能力並不代表服務一定會成功 我會問他們陪伴問題訪談的狀況 大部分的學生以為服務者高高在上 可是事實上不是 我們有時候反而是掏勞的人 學生一開始你們還是得 告訴他們怎麼講電話 約時間 然後之後 大部分的學生都會反應說 敢去說話敲門 保健系長者服務已經好幾年 長者的資料做個案的整理 有一個延續性是比較後期的事 有些老人家就是會說一些重複的話 有時候你問他這個問題 他還是回答你別的種東西 我遇到最大的困難 比較擔心學生面對老人家狀況不穩定的 其中有一組告訴我老奶奶說他要自殺 第一個是對學生的衝擊 第二個是需要去社工 或者是整個信義區健康中心 防堵一些可能的危險 服務學習在杜威的做中學這個經驗出發 如果可以跟智慧人才做一個整病 他會讓服務學習變得比較成果化 具象 延續性 一定要堅定起來 然後下一學年進來的 如果是延續性的長者就 接著前面的問題持續問 可以讓學生先理問題 然後進到老人家的家裡之後 再做資料的整理 然後再回來討論 告訴學生什麼樣的觀察 才是好的觀察 一門可以讓學生 充分應用專業知識的服務課程 這一門課介紹一些領事方便 讓我們之後 進一月後 我們可以更拉近進去的 第一次聽到老師要叫我們去 約訪老人家的時候 有一點緊張 就是預約跟老人家 是用電話訪問 社會就是很多那個 駕駛電話 老師給我們十個名單 我們可能這裡更會成功 訪問都是同學老人 所以在訪談的經驗 他們就會 會岔開很多的話題 所以我們要把它拉回正規 簡單的迷你營養品 譬如說 這個老人家的營養狀況 分享的過程中 我們也熟悉到 就是跟老人家的應對進退 所以在阿公玩話的時代 更深一層的了解 就是歷史課本上的信仰 其實真的發生過 我們在這堂課的最後 有辦一個成果發表過 每一組 準備一些 其實有關的遊戲 或是試吃的活動 把我們的一些傳統文化 就是跟外國人很像 像現在很多的奇俗 也都其實都不太清楚的 所以就是藉由這堂課 就是來 算是複習吧 然後有點傳承的意味 所以就是讓我們以後也可以走